巴西的参院 以7票赞成 4票反对 最后通过了 对巴西总统 在疫情中 错误 跟贪污行为的调查报告 10月26号 正式的起诉了巴西的总统 起诉的对象 除了总统之外 还包括总统的三名儿子 共78人 有两家公司 因为他们进入调查 认为 总统本身将很多利益 分给了他的亲属 他的小孩 还有跟其他的公司等等 这个报告 在10月20号正式发表 总共1288页 按照巴西的宪法程序 要交给检察总长 如果检察总统决定起诉他以后 再送交下议院 不过一般的看法是 以波索纳洛 也就是巴西 总统现任 他掌控了下议院 以及他的检察总长 和他之间特别的关系 他到底也不是司法独立的国家 他最后被起诉的可能性 坐牢的可能性并不高 在这个四面楚歌的状况里头 他其实最后 因为检察总长没有起诉他 因为下议院没有处理他 但是他面临的是 2022的大选 目前民调 他和前总统 有10%以上 而跨海 这是他的 总统川普 就是堅持做自己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 10月21号 在美洲例行脸书直播上 延续与不惊人死不休的一贯风格 宣称完成接种 有更高几率引发艾滋病 前一天参院调查政府防疫的报告才出炉 指责波索纳洛基本防疫都没能做好 还助长病毒扩散 建议起诉总统危害人类罪 依旧没能动摇波索纳洛 肩走自己的航门走道防疫路线 从开始 总统波索纳洛 选择国内的禁止 医院关止防疫情 担忧总统的疫苗 艾滋说为防疫添乱 巴西传染病专家学会发声明澄清 没有证据显示 新冠疫苗和艾滋病有任何关系 英国政府也否认 发表过任何这类报告 脸书和YouTube等网络平台 移除颇索纳落的直播影片 十月二十号正式公布的政府防疫调查报告 二十六号参院调查委员会以七票赞成 四票反对通过 正式要求起诉总统 以及包括总统三名儿子 共七十八人和两家公司也列入起诉名单 隔天二十七号报告述速速交给 检查总长 如果检查总长决定起诉总统 之后需获下议院三分之二票书通过 以停职总统半年 让他站上把庭受审 如果不起诉 报告还提出两种替代 惩罚方案 一是弹劾总统 二是将案件送上国际刑事法院 这份遭颇索纳若儿子批评是政治工具的报告 披露了政府皇强走板的防疫态度 时任总统秘书长 二零二一年三月受访时称 封锁对抑制病毒传播没有帮助 理由是 没人能封锁小鸟 猫狗 蚊虫和老鼠 这些动物可都带有病毒 我们看到政府和总统 在传统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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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障的国家的保障 所以我会说 最主要是社会的行动 政府还被指控勾结民营连锁保健公司 制作绿奎林的效力报告 十二名医生揭发这家保健公司 在患者不知情下进行药物试验 也没有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 但有得到总统的祝福 该公司则否认一切指控 然而在一片塌伐声中 波索纳洛收到来自同路人 川普的温暖支持 为波索纳洛2022总统大选背书 川普还表示 就如同自己为美国人民战斗到底 波索纳洛也奋战不懈 毕竟两人不光在新冠的替代疗法上 有之一同也都认为自己如果败选 唯一原因就是选举被操弄 近期民调显示 总统大选现在举行的话 会是前总统鲁拉胜选 波索纳洛已预告 如果在选举舞弊下败选 他可不会轻易下台 我会有三种选择 I have three alternatives for my future Being arrested, killed or victory